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比特幣之父 鍾本聰 鍾本聰是一個很神秘的人物 有些人說他是1949年出生 有些人說他是1975年出生 有些人說見過他 我朋友說見過他 因為我朋友就是台灣天堂的創始人 他說有一天有個日本人去找他 去跟他取經 講關於代弊的應用 他覺得這個人就是鍾本聰 鍾本聰有些人說其實不是一個人 其實幕後就是四個大機構 拼出來 因為他那個鍾本聰的日本名字 叫做Satoshi Nakamoto 他說四個公司就是什麼呢 就是三星、三星、Toshiba 中度、Nakamichi 以及Motorola 各取他的頭幾個字 組合而成 這個是非常之有創意 等同以前的人說買中交建 就買了三者銀行 中行、交行和建行一樣 那麼 鍾本聰我覺得聰明之處 第一 他是真的懂那個技術 區塊鏈的技術 即是把東西分散 Define 每個人去追溯到那個源頭 不可以改賬簿 很多人都想過 但是真真正正用技術去寫到那個 就是他 那麼他先頭要來做什麼 就是因為遺跡解密 需要捐款 那麼 他就鼓勵 用這個比特幣 就是去捐錢給他 那麼 先頭打算圍內自己玩 但是有時候像潘朵拉的蓋子 一旦打開了之後 就蓋不回蓋子 那麼 變了越滾越大 鍾本聰聰明之處 除了這樣之外 即是他的技術是厲害之外 也都看穿了個局 如果你走出來認 是鍾本聰 你是那個人 然後當整個世界說 你這件事是非法的 你這件事是危害 一些法定貨幣的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背上很大的刑責 這個刑責就是叫做 擾亂國家金融體系 那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罪行 可以判終身監禁又可以 判死刑又可以 看你什麼國家 那麼他不走去出面 就是OK 因為他在背後 如果他是一個始創人 他擁有很原始的時候 擁有一定數量的比特幣 那麼現在已經是一個超級富豪 那麼他選擇不現身呢 那麼沒有人知道他身份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人可以控告他 那麼這個是一個非常之聰明的做法 等同好像陶淵明 高老歸田 退隱田元一樣 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是什麼時候 那你就會安享萬年 今天想說的中盤衝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